咖啡要真 接下来已经算你们要说什么了 对吧 这是一期摩托机的测评视频 DF64 首先说一下我的测评类的视频 不会直接告诉你结果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 要不要买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需求点 或多或少都不一样 所以说我会站在使用者的角度 使用者的立场 不同的场景和角度 去把它体现出来 至于这个产品 它是不是刚好能够满足你的使用场景 或者是达到你的需求点 那你还是需要自己去考虑的 就比如价格这个因素 这台机器三千多块钱的价格 有人觉得它不贵 有人觉得它贵 我放个投票在这里 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一台家用定位的摩托机 首先根据我们国内的家庭消费的这种观察分析 普通家庭的消费在咖啡的预算上 可能一个还算讲究的一个喝咖啡的用户 会花上三五千块钱的预算 买一台咖啡机加摩托机 那普通的入门用户 他可能一两千块钱都想配一套 因为我后台收到的太多这样的信息 所以还是有一些数据支撑的 只有极少部分的家庭用户 他才会花上上万元的预算去配家用的设备 我之前在油管的咖啡博主 James的咖啡机的测评视频下面 就看到过一个热评很有意思 他测评了五款1500英镑以下的咖啡机 换了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万块钱左右 第一条热评就是我花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 看了五款我买不起的咖啡机的测评视频 但是我还挺喜欢 这就说明了欧美的一些高收入的国家 而且是他有固定的喝咖啡习惯的人群 他都不愿意花这个价格去买一台咖啡机 更不要说对于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喝咖啡习惯的一个国家 那好了 那价格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你们自己来评判 这台摩托机的外观 摩托机的机身呢 它是倾斜的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摩托机的时候 我竟然第一时间想到了一个建筑 是哪个建筑 弹幕说一下 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去了 那因为每个人的审美都不一样 所以说整个外观的主动权交给你们 0到10分你打几分 机器资深带了一个按压器来清理摩托机刀盘 以及通道里面的残粉 那摩托机出品的通道很短 再加上平刀的设计 所以说这个摩托机它的通道粉不多 那再加上用按压器的话 这个残粉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于家庭用户和做SOE的用户来说相当友好 所以这个按压器是真的好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摩托机是需要在研磨的状态下 才能把通道粉清理的比较干净的 你看它现在是已经按不出来了 但是我要再重新开一下 最后的残粉一定是在运转的时候 再按它才能按出来 那粗气的调节转盘的数字从0到90 调节起来也挺方便 中间的咖啡豆的这个标志 算是一个指针参考 调节盘上也有一个英文的说明 就是刀盘不要调到0颗度以下 不然上下刀盘会摩擦到损坏刀盘 64毫米的镀态刀盘 是目前市面上很主流的刀盘尺寸大小 家用出品的话刚刚好 对了刀盘这个地方 我需要提醒这个厂家一个点 这个很重要 刀盘上面它没有任何的安全措施 或者是安全提示 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挡片或者是网格 来阻挡使用者把手伸进来的 以防那种意外的惨剧发生 摩托机配有接粉罐 那接碗粉可以直接扣在58毫米的 益式咖啡机的手柄上 接粉支架也可以直接把益式机的手柄卡上来 但是我觉得夹的有点紧 他想稍微动一动 然后调整接粉的位置 它是调整不了的 个人还是建议用接粉罐来接 支架外面有包着一层套子 可能是太薄了 不是特别的耐用 我拿到这台摩托机到现在 也就磨了大概2公斤豆子 这个已经磨破了 我也尝试不戴这个套子 但是 所以为了安全考虑 还是戴上会好 然后下面是开关按钮 不知道为什么会设计在这里 有点别扭 特别是尖粉罐放上来之后 会被挡到不太舒服 从使用到现在 整体感受是顺手的 摩托机本身的定位 是易式和单品低率通吃 但我觉得这台摩托机更偏向于磨易式的豆子 那易式的研磨体验 使用下来要比研磨做单品低率表现要好一些 那研磨一杯易式大概需要15到20秒之间 中度烘焙 然后18克15秒 家用的话完全OK 但是没有办法商用 那一方面是研磨的效率比较低 那另外一方面是发热比较严重 机身本来就小 也没有散热孔散热 当连续研磨超过5杯之后 机身的温度就会明显上来 所以说家用完全没问题 那商用有点勉强 但是如果你问商用做低率的研磨行不行 那我觉得这台机器它更适合做易式的细研磨 如果商用开电做低率出品的话 我觉得这个价位的单品的低率摩托机 会有更多别的选择 不过我也用了 用研磨单品低率粗细的话 发热没有易式那么明显 但是做连续出杯的话 机身的温度也会上来 而且磨低率粗细的时候 会有一些银皮会吸附在这个摩托机的支架上 那磨个几杯之后 就需要用刷子来扫一扫清洁一下 不过在研磨易式的时候就会好一些 出品的状态很均匀 也没有结块现象 下面贴一张图 研磨度从10到90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研磨的粗细 易式的研磨 我测试下来在10左右 根据不同咖啡豆的烘焙及硬度 那有时候会用到8 摩卡壶的区间在30到40之间 低率粗细的研磨在40到70之间 根据你用的不同的器具 发压壶 聪明杯 手冲的V60 冰滴 都是在这个数值的区间 那有的人可能会问 那这台摩托机对标Niche哪个更好 那我觉得这两台摩托机 它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 我个人认为Niche它是一个以单品低率为主的摩托机 刚好也满足偶尔磨易式的用户 DF64则是以易式研磨为主 刚好也能满足偶尔想要做低率咖啡的用户 那我觉得这两台机器它的定位的方向是不太一样的 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 也欢迎发表自己的看法 对了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一定要点个免费的赞来支持一下我们 最后总结一下 那这台摩托机它适合谁 那如果你是一个每天喝单品低率咖啡的人 没有易式咖啡机 那么这台摩托机它不太适合你 那买一台专门研磨单品低率的摩托机 整体使用感受和性价比会比这个好一些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以易式咖啡为主 偶尔可能要做一些低率咖啡或者是摩卡湖咖啡的用户 那么这台摩托机它应该适合你 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点 冲或者不冲你来决定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